你们真有把握吗? 别搞得也像婉庄那样。 哟,好亲热呀。 婉庄? 我说你能不能搞轻重点? 把握七八成吧, 任何关卡都没人能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哪怕玄关一重都是有风险的。 能有七八成胜算已经基本可以算是稳的了。 嗯,照常和问, 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吗? 不用,就你。 三娘笑眯眯道, 这个事情上你已经是有大功的了, 而且你的话说得很好听, 明明是为了拉拢我一起对付吴巴鲁, 却说的是对四象叫特别好, 给四象叫送东西似的。 照常和叹了口气, 那是真话, 不给你这玩意, 照样能拉拢你对付吴巴鲁, 你本来就想杀他, 想满水呀。 三娘不说话了, 确实赵常和当时给选武时的举动, 没有别的因素, 纯粹就是在帮四象叫, 或者也可以说是不想四象叫找他麻烦, 毕竟空间交给银武了, 到时候三娘进去一看, 啥都没有, 果冻都被挖没了, 自然会来找他要东西, 那就是翻脸的征兆。 他不想翻脸, 又不贪宝石, 索性白送做个人情, 骑马所得的戒指还能自己留着, 他们也不会再好意思来要, 毕竟地方是他找到的。 朱雀那边得到了宝石之后也是沉默, 即使现在知道这男人大概率不是夜地传承, 可现在让朱雀去杀他也很难下得了手了。 要是把这玄武宝石拿来当聘礼, 讨腰下迟迟, 或者求取个一伙蛇啥的, 那乐子可能还挺大, 可他什么都没要求, 真就白送。 再怎么魔教妖女, 人情这东西也是得认得, 这也是三娘现在对他态度特别好的原因。 照常合乎的笑笑, 好了,能提升就好, 我也等着你们四象教步入天榜的那一天。 三娘道, 这样你要打得过朱雀就更麻烦了哦。 照常合四不在乎, 反倒转移了话题, 四象教和我渊源太深, 还都是私情的事, 一聊就没完了。 我们说点正事, 我想要龙象血餐, 银武有线索了吗? 有。 三娘道, 即西之地, 有昆仑天池, 在上个纪元的记载中是有此物的, 只不过本纪元没有了, 不知道是因为环境有变呢, 还是因为人为破坏得多, 导致血餐生长不到应有的年份。 如果你在那边能够发现什么秘境的话, 那就有可能得到上古遗存的血餐, 当然这概率很飘渺, 秘境本身就难找, 找到了也未必有血餐, 你要万里迢迢去试试吗? 照常合沉默片刻, 叹了口气, 能怎么办, 只能试试呗, 反正我居无定所, 去哪不是去? 行, 到时候我们的人会帮你, 你们的人, 只四象叫还是只银武? 三娘微微一笑, 当然都有, 不过你要小心一点, 那边有强大势力, 还有天榜。 照常合没啥反应, 知道了, 我又不是去闹市的, 有没有天榜也没那么要紧, 人家也不会见人就沙吧, 其实有大势力, 是好事来着, 说不定就私藏了龙象血餐, 我还能设法和人家做个交易。 你想多了, 三娘面无表情, 那是流放之地, 恶人天堂, 许多在中途混不下去的魔徒都在那里, 被通缉的, 得罪了强敌的, 什么屌人都有, 坑蒙拐骗, 抢无所不为。 中途辖客悄无声息, 失踪在那边的不计其数, 唐婉庄的人都不敢轻易涉足, 我们四项骄也不敢随便在那边发展教重, 你这生面孔跑过去, 说不定啥时候脑袋都被摘了, 还想和人做交易。 那我低调点就是了, 大不了说我是王道中。 三娘, 其实这会儿三娘心中有点怪异, 有些事情确实是有原法的。 迟迟这一次的历练之地正是那, 结果这次要找龙象血餐, 居然也去那里, 这是三娘还没和朱雀迟迟说来着, 这属于银雾这条线上的事, 不知道这几位在那边偶遇, 会迸发出什么火花来, 三娘想到这里, 简直不想去黄沙集了, 黄沙集有什么好玩的现在? 哪有昆仑好玩? 可惜自己需要去玄武秘境看看, 修行多半有意, 短期内离不得, 可惜可惜。 哦,对了, 却见赵长河敲了敲脑袋, 三娘你们知道道门在哪吗? 怎么想起温这个? 感觉他们很喜欢这类地方吧, 一下就想到了。 不错, 道门应该就坐落在那边, 没人知道具体山门, 说不定你表面上看着一家 普普通通的杂货铺 就是道门总舵意味可知。 有这准信就够了, 赵长河很多问题都在这有了底, 心情大好的举杯相敬, 三娘真是我的福星。 三娘笑眯眯地碰了一杯, 彼此彼此,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 赵长河默默内饰了一下。 这几天教大家修行的过程里, 自己的伤势确实已经好了, 又通过天书复现, 好好琢磨了几天刀法和突就裂牙那一毛, 自觉颇有敬意。 至于血煞弓突破九重, 银武给的那个血牌, 如今研究了一下, 感觉如果提取血牌里的煞气仰煞魔力的话, 确实有突破九重的可能性。 然而按照崔文锦的理论, 如果单纯靠这种突破方式, 属于半吊子九重, 想要达成性命娇羞的圆满, 还是得另有魔力感悟才行。 不急, 此物算是打个底吧, 到了机缘来临, 不需要再去考虑上拿找杀气摄取, 提前背在身上了。 但疼的就是怀揣的东西越来越多, 是真的难受, 此去吸锤第一件事恐怕不是找血餐, 是找盗门。 这么想着, 便道, 其实随时可以走了, 在此之前, 能不能再委托三娘一件事。 三娘愣了愣, 何事? 把山寨里的弟兄交给血神教, 三娘介绍入教的话, 多半是没问题的。 三娘若有深意地看了他半赏, 呼得一笑, 小弟弟不老实, 打算纠缠雀巢呢。 赵长河也笑笑, 没说什么。 我给他们写封介绍信就行, 薛沧海必须给我这个面子。 三娘懒洋洋地站起身来, 伸了个懒腰, 一时之间波翻浪涌。 赵长河低头喝酒。 既然你给我附加了要求, 我也提个小要求。 三娘转身出门, 带我去青龙潭看看。 青龙潭, 水连洞。 那是赵长河雨下迟迟的定情之地, 在下迟迟随朱雀离去。 赵长河做山寨之主的那段时间, 赵长河都很少再来这里, 来了也是做战备的。 因为来了这里很容易堵无私人, 影响那段时间的五刀精进。 时至今日, 都立下了, 这早已不是什么问题, 赵长河也想再进一次水连洞, 看看当时大家有没有错失什么内容。 带着三娘进了洞, 洞内空间依然不大, 中央一个小祭台是放置青龙印的地方, 此外别无他物。 整体和玄武山洞极为接近, 看得出是一个体系所传。 但玄武山洞的祭台是可以推动的, 推开之后是出口。 这里呢? 三娘的目光也落在祭台上, 见赵长河似乎想过去推开的样子, 呼得伸手拦住, 别动。 赵长河 三娘皱眉看了好久, 忽然道, 这里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 能量有些异常。 如此平和普通之地, 竟让我感觉心惊肉跳, 你们当初运气好, 没有乱碰, 要是真推开了, 估计北芒都没了。 赵长河倒吸一口凉气, 难道北芒位移到了京师之北, 原因在这里? 这是天大的秘密, 其实藏在新手村的意思。 三娘绕着祭台, 反反复复看了好一阵子, 眉头又舒展了开来, 哦, 倒也没那么夸张, 一般人推不动, 我看看。 她抱着祭台轻轻一转, 换了个方位。 几乎能听见弟弟传来的隆隆之声, 仿佛地下有什么庞大的鸡阔正在相连。 上古青龙, 也是人黄之传, 三娘转头看着赵长河, 目光熠熠, 你说我要不要砍了你, 独占一下宝库。 赵长河没好气, 如果我没有猜错, 里面就是个坟包, 而且里面还躺着一个想要爬出来的人。 不幸地和有关于这些人。 那我可能遇到正常会用的鸡方案, lá放同这些人。 那我以后, 所以是则的在这里, 这是我和大厨的帼人打算。